你們再去找別人 因為我已經跟香港警察說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打個騙 你打給我幹嘛呀? 做朋友嗎? 那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嗎? 什麼機會? 你說被你騙的機會嗎?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三國啊或是天堂那一類遊戲 我都會睡不著覺得太亢奮 啊誰打來勞結 哈囉? 你好我不知道衛生署剛剛打電話給我 你們是打電話過來的 呃...昨天 對 是在哪裡啊? 沒有啊我從來沒去過那裡啊 我昨天沒有去過監商 我不知道啊我從來沒去過海港承諾 我昨天都在四季 I have record on four season 是你們找我不是我找你們 所以我應該怎麼幫到你們 是你們找我說我要隔離 可是你們說那個scan那個手機不是我的號碼 我從來沒去過廣州 我剛剛從台灣回來香港一個禮拜而已 and yesterday whole day我都在四季 都有record可以查 你也可以查移民局 但是那個的確不是我的名字辦的 可能是被盜用的 我沒有去過海港城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去隔離 的意思嗎? 你的重點是這個嗎? 我沒有發生情況 我那個是被盜用的 所以我應該做的是去cancel那個電話 yeah 可是使命登記我覺得台灣你可以check我的 你可以check我的passport嗎? 或是我的ID 香港ID 然後你可以check我的入境表格 所以如果你check我的入境表格的話 他應該會跟你講得非常清楚說 我沒有去過內地 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是你的 we don't care 但是你現在必須要去隔離的意思嗎? by the way 跟你講一下我現在在直播 我希望你們可以講清楚 我沒有 我沒有為難你的意思 我沒有去過廣州 然後移民局 我相信可以給你這個答案 所以不是因為那個手機是我的名字 而我全 從來沒有去辦過這個東西 然後你要我去隔離 太瘋狂了 好啊 我好OK啊 我可以關掉 但我會我再錄影 你可以說 好沒有問題 OK 好你直播關掉之後跟我說 I did 主任我在這個文件上面看到 這個國內的188手機的號 是在今年的7月18號 今年的7月18號我人在台灣 嗯 人在台灣是吧 可以確認嗎 你們可以先確認嗎 嗯 好 你說的我可以理解 Thank you 好問一下你的有效證件 都是你自己在使用在你身上嗎 我的有效證件 例如說台灣身份證嗎 喔 方小姐你是台灣的群眾是吧 我是台灣人啊 喔 了解 所以那你的全部的有效證件 像是PASCO 或是ID 都是在你身上 你自己在使用的嗎 是啊 嗯 那就奇怪了 主任我這邊挺納悶的 都在你身上 那你7月18號人在台灣 那你的身份資料怎麼還可以 出現在廣州去搬那個188手機的號 嗯我也很納悶 主任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啊 嗯 我先問一下方小姐 你應該也知道現在我們三方的疫情 是嚴重的 那在這個疫情嚴重的非常時期 你應該不會有謊報或是謊報的情況吧 謊報 第一點請去找移民局 看我什麼時候入境是最清楚 我也有Hotel的資料 我在隔離的資料 我也有我在台灣的資料 你們該不會是詐騙集團吧 請問一下方小姐 附近你隔離怎麼 我們有成的詐騙集團啊 沒有沒有我這是問號 就像你問號 問我有沒有謊報一樣的道理 嗯 我現在跟你講一下 首先 因為呢 我們核實到這個188手機要是 使用你的身份資料發立下來的 那你身為身份證的持有人呢 所以在法律上的角度來說 你就是這個國內188手機好的持有人 所以我們針對你近存人 歷境隔離 這些都是合法合規的 那你今天現在是要跟主任我反饋說 你今天是接到我們衛生署的通知 才曉得說 你明顯要這個188國內手機號 讓我們香港活動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對阿 好那 方小姐如果說你說的情況呢 是屬實的話 那不就表示說 今年7月18號的時候 是有人利用你的身份資料 才面積工作室中夥一棟 把這個188國內手機號再做使用嗎 對阿 請把那馬主任我跟你瞭解一下好了 你的有上次電視想要丟失過 或是掉過 還是說這個別人就使用的情況呢 沒有完全沒有我兩年沒有回來香港 好那既然說沒有的話 那你自己還沒有懷疑說 以後再使用到你身份信息的地方 有沒有那些地方 可能會導致你的信息外流 或是被人家推進的地方 我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阿 如果說萬一真的是像你所說的 視頻的資料 對人家倒閥 那這個問題呢 方小姐你自己可能要好好的重視一下了 我當然要重視阿 我應該去報案才對吧 對沒錯 因為說你本人都不清楚這個 你不就表示現在外頭的人手頭上 原理的身份之下對做使用嗎 沒關係 我去報案就好啦 好 那我跟妳講一下 因為呢 畢竟我們衛生署也是政府部門 那政府部門 你們要不要先去了解一下移民局那邊呢 我已經幾年沒有在香港了 嗯好 我知道 但是這個也沒有辦法 理清你跟這個手腳好的關係 那畢竟呢 我們衛生署也只是個 公視單位 也不是 調查單位 那如果說這個情況呢 是屬於你身份資料 照人家照辦 那我們衛生署也只能建議你呢 待會你自己去聯繫一下 事發當地的廣州市警察局 我在香港我要怎麼聯絡廣州市警察局 你是不曉得怎麼聯繫這個廣州市警察局 是不是 沒有跟廣州市警方打過交道嗎 我當然 沒有欸 行啦 那還是主任我問一下我們衛生署 檢台中心那些 有沒有他們聯繫方式 那如果說警方有幫你立案調查的話 你麻煩警方幫你開一個證明文件 那請他們回傳到我們香港衛生署 我們有收到的話 我們才有權利幫你解除你的合理禮 那主任我會把這個188國內手機號的 安心情形給你消掉 我會讓他再去影響到你的生活 你的權利 了解嗎 好 謝謝 好 那方小姐 你現在手邊有沒有去跟筆 我先把這個文件上面可以提供給你的資料 先提供給你 好啊好啊 那我跟你講一下方小姐 因為你剛才說你前頭是不是有在直播呢 欸 對 那麻煩你把那個直播的紀錄刪掉 好喔好喔 好 那我跟妳講一下 因為我們隔離令箱中都是有施效性的 那麻煩你待會兒呢 三點半之前完成這個保安程序 請這個廣州市警方幫你回傳 保安證明 如果他們回傳了 我怎麼知道他成功回傳了沒 所以有沒有一支電話是我可以聯絡到李主任的呢 好 那我給你我辦公室的電話 好的 好的 好 好 那這樣子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囉 好 謝謝喔 還有什麼東西我可以 前台總計有回復我了 那你想不曉得怎麼聯繫廣州市警察局呢 呃 我還沒有查欸 有那個聯絡方式嗎 對 那你需要我們衛生署協助你的話 前提之下主任我必須跟你做個改善確認 因為我們衛生署的電話呢 全程都是有在做錄音的 可以啊 那你能不能在電話錄音當中 跟我們衛生署保證說 你昨天本人並沒有到過我們前台 並且呢 這個國內的18802013679的號碼 也不是你本人親自辦理的 你能夠保證嗎 我能夠保證 那我本人昨天仍在49天沒有去過尖沙嘴的 海港層 港威商場BY155號店鋪 然後那個188020的電話 完全不是我本人 我本人沒有去過廣州 請那待會兒 主任我跟我們前台總計講一下 那請他們以我們衛生署的名義呢 開啟於內地的互聯網警政系統 結束你在第一時間 跟廣州市警方做報案處理 那有了解嗎 好 我可以拜託你們給我那個 廣州警察的電話嗎 警察的電話是不是 對 我的意思呢 是說 待會兒 我們這邊 直接以我們衛生署的名義 幫你把電話通報到公司 是警察去還是處理要自己去聯繫 這樣子 可以請你們 麻煩你們幫我聯繫一次 然後我自己也多做一次聯繫 好不好 好 那我這邊 先跟我們前台總計講一下 你這邊稍等 待會兒呢 我們通話結束之後 方小姐 你就是電話不化 稍等10至30秒 那再直接通上了 就是廣州市警察去 那條件嗎 喔好 你們沒有電話可以讓我直接撥過去嗎 沒有 你要的話你可以自己上網上 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你的電話 有沒有開通這個廣州電話通的 你也知道 畢竟我打廣州電話 這個花費是滿貴的 沒關係 那你們幫我接通啊 好好好 那方小姐 你這邊稍等一下 你這邊是廣州市警察局嗎 我這裡是公安局 有什麼事呢 那個 剛剛 香港衛生署有打電話給我 香港衛生署剛剛打電話說 我需要隔離 因為昨天我有去一個地方 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然後他說那個188 手機是我身分證辦的 可是我沒有辦過用文人 當時在台灣我才回來香港 然後我也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所以有人報了用我的資料 那現在這個號碼是有什麼問題嗎 那個不是我辦的呀 是的 因為衛生署 他告訴我說 他昨天這個電話號碼的主人 他在海港城 那你現在人是在什麼地方 回我公安局報案呢 我現在人在香港了 那你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來過我們廣州嗎 沒有 沒有 那你身分證有經過嗎 沒有 那你人曾經代理過什麼電話 又到你的身份信息了 我真的不記得了 因為我已經兩年沒回來香港了 你是不是長期去住在香港嗎 不是啊我住在台灣 那因為依照你剛才跟我所說的情況 我只能夠先行的不排除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你的身份信息有外線 而導致被人家盜用的 只要你曾經有使用到了原件 或者是負印件 那都有可能導致信息洩漏的 那現在是否可以請你們查證一下 然後幫我發送一個那個傳證到衛生署 然後跟他說這個不是我 你是要我們傳證什麼呢 就是一個證明說 那聲明這個不是我 要不然的話他們要讓我去隔離啊 那你要請我公安局幫你看立相關性的證明文件之前 是 我們公安局是必須得要先幫你製作一份筆錄 我公安局才有辦法正式立案調查 是 懂 懂 但是我必須等一下先針對你 剛才所發生的事情我先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身段照 你自己本人在進行使用吧 是 那如果說你方便過來的話 那方式來幫你進行製作一份視頻譬物 等同一是你本人過來公安局的意思一樣 具有法律的效用 要不這樣吧 待會呢 我會先讓你本人進行一個核子查證 會讓你清楚知道你在何哪一個公安局進行報案的 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疾病就分 明白意思嗎 明白 對沒錯你是在什麼地方看到的 什麼樣的網站你告訴我一下好嗎 廣州是公安局的網站 對沒錯 待會用公安局的固定電話打到你的手機 讓你看一下來寫的號碼和你現在查的 是不是一樣的 哦好的 讓你清楚知道你在何哪一個公安局進行報案 好 可以是嗎 行 那你這邊稍等我一會 我給你打過去 行 您 您好 是方女士嗎 是的 是 是 是啊 是一樣的啊 我 在幫你進行製作視頻比不之前 畫舉的規定 一定性的出示我的警證 讓你清楚知道是哪個園警 來承辦你的案件 我要先將我的警證 以太戰的方式給你發過去 你要怎麼接受呢 我不知道怎么接手 那你有没有想使用的接口呢 有 有的是不是 是 待会呢我用公安局办案使用的通讯能来添加你 你的公安局不是用什么注册的吗 我用我香港号码注册的 也就是我现在给你打过去这个号码吧 是是 哦看到吗 哦看到了看到了 那由于说你先跟我通话的是我公安局外线的电话 避免示范线太久而导致其他服务没有办法进行拨打 所以说待会我会先到公安局的录音室 拨打视频过去给你 来帮你制作一个视频笔录 行 你好 你好 这是视讯吗 对啊我们现在在制作视频笔录啊 是 就是你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你啊 采取的是单向视频双向的录影录音 就说待会画面只看到你自己之后 我们就已经正式录影录像了 是这样吗 怎么怪怪的呀 怪怪的啊 要不这样好了 你你现在人在香港嘛 香港离我们广州也挺近的 不行啊 你用自贷的身份证过来一趟 那也是你的原因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哦是 那我这样吧 我先打电话给卫生署 因为他们现在时间紧迫 他们就想他们想隔离我 我这边有说到 香港卫生署的通知 你制机会的名价在我们广州有开放的 1-188-020-136-7-9 那不是我啊 因为这几个重点 我必须得先告诉你 行 能够录制到其他人 否则这份笔录 它是不具有法律的效用的 可不可以等一下 香港卫生署叫我打电话过 回去给他们先 我必须跟他们讲说 我已经在报案了 是哪个 哪个人告诉你的 香港卫生署 李先生 李主任 你是说刚才那个李主任叫你要回播给他 是 他怎么跟你说的 你随时给我听 他说 你如果没有自特定的时间 回播回来的话呢 那我们就肯定是要隔离你了 放心这个事情呢 我们待会会帮你开离一份暂缓 先帮你回船的卫生署 就不用被进行隔离了 是这样吗 他叫我打回去给他呀 他怎么叫你打的你跟我讲 我说了 那我拿另外一支手机打给他呗 什么意思 我还有两支手机啊 两个一起聊 你以为你现在是在跟公安局开玩笑聊天是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公安局办案是有一定的程序啊 到底现在是你要来配合公安局制作这份笔录 还是我要来配合你 我配合你 可是我也必须配合李先生 哪个李先生你告诉我一下 香港卫生署李孝文先生 李孝文他要你跟他联系 是 因为他想隔离我啊 我先告诉你啊 方女士 刚才我们已经有确实收到香港未宣署的通知 已经有把你的公文发过来了 我们会先帮你回传一份暂缓通知书 证实说你本人已经和我公安局进行一个报案联系了 他们将不会对你来进行一个隔离 我懂 但是我现在真的必须去厕所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是上厕所啊 你要看我吗 我没有说要看你 你可以说好听吗 我有说不让你去吗 不是但我现在想去 你说话不能好好说话吗是不是 行啊 还是你以为你现在在跟你的朋友聊天呢 我这个人没什么朋友 怎么为什么呢 我现在也不是想跟你聊天 我现在是正对你的事情要来帮你处理 我想先去厕所一下 可以那你先去电话不够等你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正式录影录像了 呃好 直接挂电话 干是什么东西啦 呃吧 欢迎接电卫生署过客关系走一线 真的是卫生署啊 我现在打过去 我说你诈骗我 我已经跟这边警察联络了 我觉得你必须打电话给别人 因为我这边已经跟香港警察联络好了 好 谢谢你的帮忙 没事 那那你们这边如果要打给别人 你们再去找别人 因为我已经跟香港警察说好了 那我可不可以打给你 你打给我干嘛呀 做朋友吗 你刚才不是直播吗 你怎么知道啊 你我又没讲过我直播 你这么出名 在网上都能打到你呢 你又知道 你叫天太吗 天太小姐 你就不出名了对不对 不是 你们现在还要跟我聊天吗 你们就做你们的事呗 那我用挂这个给小姐可不可以 你刚刚那个警察那个做的 挺不像的耶 怎么说 你下次要会动一点 你那个太僵硬了哥哥 所以因为你看到那个视频 你觉得很新的是不是 太假了呗 如果不是新的的话 你会更新一点是吗 如果生动一点 我可能会更新一点 那要不叫你 我打你挂这个 我不能对你视频 我不要了 你们就做你们的事吧 我们也不挡谁的路好不好 那你也用我们一样的手法是不是 不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是明白 大家混口饭吃 我以为我一样的手法 不是 是我不挡你路而已 那你们那个软体挺厉害的耶 你们是可以扫描脸 就知道是谁是吧 是的 因为你刚才不认为公安局报案吧 我们公共互联网的 那你又不是公安局 那你怎么互联网 我公安局催修的 那你那样怎么找得到 可是我是台湾耶 那很厉害耶 这样也可以厉害 你这是台湾哪里的 我台湾这个台南的 好不好玩呢 还不错啊 不过现在就不能来 我觉得广州挺好 挺多东西吃的 你是不是真的在广州啊 当然就真的广州 哦 那广州那边东西真的蛮好吃的 没有来挖 以前当然去过啊 很久以前啊 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化学鬼聊天哦 不行我刚在 我刚在打电动啊 你打什么电动 我打英雄联盟啊 我也打英雄联盟啊 你刚才电脑视频的关系 我是关家 所以就是因为视频的关系 你才觉得是骗人的 对我觉得是视频的关系 我才觉得是骗人 那个太太假了 我没办法相信 是不是不好意思 那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吗 什么机会 你说被你骗的机会吗 不用不用 我就打电子过去给你 你再给你这个机会 不要啦 我现在在忙啦 先不说了啊 我们就这样了 谢谢你了 再挂的话你就完蛋了哦 为什么 你都查得到了 那没那也没办法呀 人生就是这样子呗 那你你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有使用那个 whatever之后啊 我没有用其他的东西啊 IG有什么 IG 你随便查我 你都可以找到我的IG吧 大哥 我比你小 你比掉大哥 好啦好啦 好啦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我也不那个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可以要你的声明吗 我可以 不是 我觉得他刚刚可能看到我的视讯 结果爱上我了 哦 他说如果我现在不接他电话 他就把我们刚刚的那些录影放到各大网站 你在不接我电话 等一下帮你刚刚 电话电话的方式 都发到各大网站 啊 我回台湾不就好了吗 好啊好啊好啊 请他们帮我顺便按个赞 谢谢 封锁 反正呢 现在就其实啊 我刚刚有跟朋友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呢 其实呢 在香港啊 就是有很多人的information 你们个人资料啦 会被害客 或是他们会从其他人手上买到这个东西 就会很容易泄露你的个资 大家就必须要小心 因为 真的我现在还是被吓到的状态 因为他后面不是还威胁我什么样 其实他不是有凶我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不会讲英文 他还很凶 他凶三小 但是呢 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是政府的人的话 就我不想要就是态度不好 只是我觉得不合理 你懂吗 真的是以为是政府的人 所以就想说耐心的听他们讲下去 结果没想到 而且他还反问我 我们就是政府的人啊 我们怎么会诈骗呢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真的 拜托要小心 现在有很多柬埔寨的案例啦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诈骗 他们maybe知道说你是谁 所以他们可能有锁定年纪啊 锁定性别啊 才用那些SOP来导引你去走他们的方向 所以这支影片非常重要 请你们真的务必要传给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甚至于海外的人 尤其是那种婆婆妈妈什么 比较没有接触到诈骗的人 谁知道 就我也没想过 我这么聪明 哪一天会接到这种诈骗电话 然后重点是我还差点掉进去呢 吓死我了 我要太狠狠了